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51集 带诅咒的傀儡人 赤影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他话刚说完就听到小猴也妈也一嗓子 把那个傀儡又扔了回去 随后赶紧拽着包岩的袖子擦擦手 但是擦了擦又觉得不对 转过脸就见包大人就站在不远处 于是小猴也跑过去抓着包大人的袖子蹭手 哎 没大没小 老包你别小气 见你仙气挡挡煞 包大人哭笑不得 叹了口气 却见众人都盯着自己看 随后刚才摸了那个傀儡人偶的人 都伸手拿包大人的袍子擦了擦手 包大人也无语 觉得这帮孩子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刚刚板起脸就见小猴子站在他身边 伸出一只小手 仰着脸瞧着他 包大人沉默了一会儿 伸手过去递袖子给他 让他蹭两下 这两人是被什么人杀的 他十虎堂不是江湖门派吗 里边高手众多 谁那么本事上他们家杀两个人 据说守卫只看到一个红色的人影 还有就是 众人见赤影看了看林烨火 就问 还有什么 红色的头发 有一个陈镖头的随从说 说那是 说着 赤影指了指林烨火 众人都傻眼 这就是嫁祸火凤堂的计谋 听着可不像什么妙计啊 是啊 的确有些牵强 陈镖头之前得罪过小林子 所以小林子特地跑去石虎堂杀了他 还顺便杀了无缘无仇的二颜公副公主 用着计策挑起火凤堂和二颜公的对立 火凤堂众人都看林烨火 火凤倒是无所谓的样子 捧着他的珍珠末人参养盐茶 边喝边慢悠悠开口 嫁祸的方法千千万 这个也未免太蠢了 满尸虎这是被石卡住脑袋了吧 不然怎么会出这种馊主意来嫁祸火凤堂啊 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不好 的确是有点声音 灵烨火就在武装 这么多人可以给他作者 再者说了 杀陈镖头还勉强有点道理 杀严行明就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了 整件事感觉针对火凤堂 或者嫁祸火凤堂的意图太明显了 二颜公的人又不是傻子 谁相信啊 而且那陈镖头功夫怎么样不清楚 可是严行明是个高手 以满尸虎的本事 他能一刀砍了严行明的头 而没发生打斗 还有 赵普将小四子抱起来 放到桌子上 小四子看到的 严行明的头是脸色青紫 嘴唇发紫 嗯 小四已经死了 而且还是因为赤熙死的才会有那种面色 不奇怪吗 那石虎堂是为什么会使出这种计策 还是说 没准石虎堂的人并没有说谎 赤影插嘴接了一句 众人都一愣 看他 你的意思是 真的有个红衣红发的人 入石虎堂杀了严行明和陈镖头 石虎堂的人看到的是真的 嗯 因为好多人都在说 好像不止一个人看到了 也就是说 这未必是满石虎设计的 展昭说着 摸了摸下吧 哎呀 不妙了 如果不是满石虎安排的 那没准满石虎也会怀疑 是不是灵夜火潜入石虎堂 知道了他们准备架缝火缝堂的事 所以杀了严行明 先挑起了二颜公和石虎堂的争短 以做报复 而如果他回到书房 发现傀儡人偶不见了 他会怀疑 是灵夜火偷走了 灵夜火捧着杯子继续喝茶 点点头 嗯 这个倒是还符合逻辑一些 哎呀 现在的问题是 哪个假扮大爷我去杀的人 长得好不好看啊 有没有丢大爷我的脸 哼 灵夜火话没说完 诸葛音抬手照着他后脑勺 啪的一击拍 长点心吧 现在有人陷害你 你还管人家好不好看 灵夜火捶着胸口 那点身茶都呛嗓子眼了 火凤堂几个副堂主 都斜着眼睛瞧他 这个儿祸 灵夜火一脸晦气 抬脚 踹了一旁不声不响的邹梁一脚 邹梁伸手揉着小腿肚 不解的看灵夜火 我招惹你了 你揣我干嘛 哼 拿你出气 如果真是有人假扮了灵夜火 那对方什么来头 也是四大门派的人 还是那个凶手 可如果是凶手的话 杀人手法又好像不同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 可天尊和殷侯 却是一直不说话 包括陆天涵和无沙大师 以及展昭白玉堂的爹娘 众人似乎对案件 完全没有兴趣 而是都盯着 那个金色的傀儡人偶看 外公 你有什么看法 展昭伸手拍了拍殷侯 殷侯指了指那个人偶 答非所问 你们难道一点都不好奇 一群老头老太太 都对着众人点头 那样子异常感兴趣 好像是看着了 什么稀罕的玩意儿 天尊拽过小四子 抱起来 双手捧着他胳膊 让他瞧那个箱子里的人偶 小四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周遭一群老头老太太 都对着小四子点头 一脸的虚心求叫 小四子鼓着腮帮子 瞧着周围一群人 你们家起来都一千多岁了 竟然问我 天尊晃了晃小四子 跟晃只小猫似的 小四子歪着头 瞧那个人偶 从一边歪到另一边 好奇地扬起脸看天尊 正这时 五座房里厌世的公孙 溜达了出来 伸了个懒腰 应该是已经验完了 黄通是被人用一种 类似大力金刚纸一样的 内进身后肛蒙的指宫 掐断了脖子 然后蜘蛛丝是死后缠上去的 另外 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黄通的十个手指头上 有十个圆区形状的印子 似乎是他死前 戴了十枚指环 而且指环还很紧 勒住了他的手指头 或者是他的手指头肿胀 卡住了指环 但是指环还是被人拿走了 黄通的手指上有很多伤痕 都是死后造成的 也就是说有人杀了黄通 拿走了他戴在手上的指环 黄通好歹也是朝廷命官啊 平时要办公的 干嘛戴那么多指环 那些指环就是那个神秘人 打造的那些不常啊 说话间 众人又都齐刷刷看向那个木偶 傀儡木偶和用来操纵木偶的指环 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众人正想着 究竟公孙走了过来 他也纳闷 心说大家都瞅什么呢 走到天尊身旁 公孙探头瞄了一眼 就伸手拿起那个金色的傀儡 这是什么 做得好粗糙 公孙刚刚拿起来 就听到哗啦一声 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 低头一看 只见公孙手上那个人偶 就剩下了一个躯体 和一个扭着的脑袋 四肢都掉到了地上 这事还没做完 公孙不解 再看众人 就见所有人都盯着地上 七扭八扭的金色人偶四肢 看着神情复杂 这难道是说 有个人会这样断手断脚而死 可能吧 哎呀 王爷 出事了 正聊着天呢 外头白影冲了进来 众人哗啦一声退后一步 公孙还拿着那个金色傀儡的躯干呢 茫然地看着动作统一的众人 白影也是吓了一跳 惊得窜了出去 撞到了身后跑进来的黑影 黑影拽住他 白影躲到黑影身后 哎 干嘛你 这几位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让我猜猜 有人死了对不对 而且是四肢全断 赵普问神秘兮兮摸着下巴 众人都看黑影和白影 而黑影和白影此时盯着赵普看 梁九 两人一撇嘴 哎呀 王爷啊 你平时都想什么呢 不是吗 不是 二元公和十五堂 貌似翻脸了 刚才街上两个帮派的人打起来了 伤了好多人 整条街都打得一塌糊涂 苏州府衙役人手不够 还都是饭桶 要兵马才能将两家分开 什么 赵普周梅 欧阳少忠和龙桥广带着兵马 先去看情况 为什么搭起来 二元公的人说 十虎堂杀了他们副堂主 十虎堂的人说 是二元公的人杀了满石豹 哎呀 那个乱 众人都纳闷 这是什么发展走向 又看了看满地的傀儡四肢 展昭问两人 确定没死人 没人断手断脚 那谁知道了 这会儿街上打群架呢 哎呀 谁知道打死几个 几个断手断脚啊 众人都愣了 随后又去看那个人偶 公孙默默把剩下的人偶 躯干和脑袋放回了箱子里 某种意义上说 好准 对呀 而且有没有发现 这东西发生了变化 我们才知道哪出了什么事 嗯 简直跟诅咒一样 吴沙大师也点头 众人都盯着人偶 公孙闹了个一头雾水 这会儿小四子跑到他跟前 他就伸手搂住儿子 小四子 他们说什么呢 小四子别的没说 先抓住公孙的手腕子 拽到包大人身边 然后拽住包大人的袖子 给公孙蹭手